高压水墙洗墙壁 厚厚的青苔全部搞定 墙上的壁癌 陈昭勋也一点一点刮走清除 屋左的墙壁转身一变 成为干净的画布 之前来的时候 在这里看到的东西都比较很肮脏 冰城的环保师兄过来看 然后他是给我们的意见 怎样去把这里的环境改 比较清洁一点 还要被这里的住户全部都认同 所以我们就开始计划 然后开始做 我是负责清洗墙壁 然后游记墙壁 时节是负责画画 我没有画过壁画的 我在画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我担心我画不到 不过也试试看 我第一个画就是画那个地球 以前没有的话 我们人家在门口都不知道 这个是环保站来的 看不出 他们会找到很辛苦 就是如果你美化环境 大家都开心 夫妻两人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把握姻缘 进行美化工程 因为把这里弄得比较好的时候 就会借引很多新的大德 新的人来看 他们就会认同实际的理念 然后要教育他们 怎样做环保 可以带动他们 之前是一个月才一次 因为MCO 然后我就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来四次五次这样 就是油气这样子啦 感恩这个MCO 我就有这样的机会付出了 不然就没有这个时间 夫妻同心 让环保站华丽变身 在疫情过后 能够以更美的境界 欢迎大家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黄瑞燕 林俊燕 马来西亚报道